大家好 我是愛咪 我們都知道開車的視線很重要 正好最近適逢颱風的季節 如果你開車開到一半 遇到狂風暴雨怎麼辦 今天我們就要用你手便 或者是家裡隨手可以得到的工具 來解決這個煩惱囉 如果你在下雨天的時候呢 遇到擋風玻璃視線不佳 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 是你的擋風玻璃上面油膜太厚 所以遇到水你就看不清楚 第二種 可能是你的擋風玻璃太乾淨了 導致你的雨刷在運作的時候乾涉 所以會跳動 第三種 就是你的雨刷已經受損了 你可能必須要修復或是更換 所以接下來我們今天就要 解決你的這三個問題囉 首先我們來解決油膜的問題 雖然說市面上有很多拔除油膜的清潔劑 但其實喔 一個取得非常容易 而且價格非常親民低廉的 劫持粉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在示範的過程中呢 我們先操作一半的擋風玻璃 其實你只要把劫持粉 平均的撒在擋風玻璃上 然後細心的慢慢的研磨 就可以有效果囉 我們來看看清潔完後的結果如何 左半邊的擋風玻璃是沒有清潔過的 右半邊呢則是使用截牙粉清潔過後的結果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左半邊因為油膜還沒有清除 所以很明顯還是水滴狀 右半邊則是因為油膜已經清除 所以完全看不到任何一滴水滴 效果其實非常的好 在你的玻璃清除完油膜之後 它非常的乾淨 所以表面可能會有一點乾澀 這個時候你的雨刷就有可能會出現跳動囉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準備一支鉛筆 在你的雨刷上面 均勻的塗抹上 就可以潤滑解決這個跳動的煩惱囉 如果你覺得用鉛筆塗雨刷太麻煩 而且動作太註弊的話 你家剛好又有橡膠清潔劑或是潤滑劑的話 其實把它噴一點在布上 再輕輕的塗抹在雨刷上面 也可以解決跳動的問題喔 油膜已經清除了 而且你的雨刷也已經潤滑不會跳動了 但是這個時候 你的擋風玻璃遇到下雨還是看不清楚怎麼辦 這有可能就是你的雨刷已經受損了 需要更換或是維修 至於要怎麼維修呢 我們接下來教大家一個非常低成本的小屁包 市面上所販售的雨刷維修器呢 其實也就是用砂紙製成的 所以我們只要花10塊錢 買一張號數800到1200號的砂紙 仔細輕輕的研磨你的雨刷 其實就可以把雨刷上面受損的空隙 給撫平達到修復雨刷的效果囉 更換雨刷其實非常的簡單 只要記住幾個重要的步驟 就一定不會有問題 首先呢我們把雨刷幣拉起來到定位 然後讓雨刷跟雨刷幣呈現垂直的狀態 輕輕的往下一壓 其實雨刷就可以拿下來了 雨刷拿下來之後這個環節非常的重要 你要確定你雨刷幣固定的位置 不然如果它這樣子倒下來的話 這個彈簧的力量可能會讓雨刷幣 把你的擋風玻璃敲破喔 接下來我們就換拿了新的雨刷 確認一下它雨刷的位置 跟剛剛用反向的步驟 然後輕輕的往上一扣 你會聽到卡的一聲 卡的一聲就固定好了 你的雨刷其實就更換完成了 其實我們今天示範的項目都非常的簡單 而且成本非常的低 甚至你可能在家裡就可以取得這些工具 但是呢我們還是歡迎你在影片的下方 留下你可能有更多的好方法 或是參與我們的討論 在截圖轉貼到我們的文章下方 我們就會抽出兩組 視線清晰小資組 包含雨刷還有一罐結牙粉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囉 掰掰